我本身想參加《全民造星3》 其實都是憑背的影響 因為其實我男朋友也有玩 然後Frankie、肥仔 他們其實全部都是我的跳舞朋友 我看到他們有玩到《全民造星》之後 其實他們的轉變和得比都很大 我看到他們那麼容易決定 其實很棒 我也很想去玩 然後知道金貴有搞女生的時候 所以就決定去玩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其實是 我覺得香港的舞蹈市場很小 因為你會看到跳舞只會在幕後出現 其實我們也是幕前來的 但是我們那個姿勢 都好像給別人感覺是幕後 我自己參加 其實坦白說有點壓力 因為本身是ViuTV的藝術 很多人就會說 你知道網上很喜歡說 契什麼契什麼 其實我不是的 但是 為什麼我已經入了ViuTV 都還要參加呢 其實因為我在ViuTV裡面 做的事主要是做主持 可能大家看到我主持方面 是比較正經的 可能做英文台的節目 拍劇比較性感的 真的很極端兩邊的形象 但是我都會思考 其實究竟誰是我 而且我最想觀眾看到誰是我